人生有多少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除了多伦多之外 我们就去了美国的三藩市 在一年两个星期内 我们就做了超过十多场聚会和餐会 不过自己很感谢神 因为每一年一有机会 杨嘉嘉都可以担任聚会的MC 以及每一次和不同的嘉宾出去一起服侍 大家也可以加深了解之余 其实在整个报道的旅程里 大家都可以在主里成为好朋友 这个真的值得大家很开心 和很珍惜 而在上一次恩与路上 嘉嘉邀请了其中一位分享嘉宾 文千岁的华哥 上来和大家分享过去的人生故事 今次就轮到 邀请华哥的另一半 阿琛姐 梁绍心 上来和你一起散步 聊聊天 说到华哥和琛姐每一次在报道会当中 她都会唱这首福音乐曲 所以今次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又让大家可以听一下 送给你 《鸠西主耶稣》 圣父圣子圣灵同一体 诚心永继 主祖孙主圣民 与阿琛 求上帝 请旧众子民 主耶稣 天城下降臨來自百里行 天之嬌之降世後福音創生 齊降平之分 天城下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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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心姐就是一位基督徒 她对神那份的顺服和信靠 都很大的信心 不知道这些是因为她的成长背景 或者她的性格所致 或是心姐过去的一生 她经历了神很多丰富的恩典 以至现在的心姐是一个好喜乐 和很以一个平常心去待人处事 嗯,很相信大家都很想认识心姐多一点 不如就由她的童年开始讲起 好了,继续嘉嘉可以在恩典路上 和心姐聊天,心姐多谢你先 别这么说 以我认识的心姐这几天和你一起报道 我发觉你真的很温柔 而且很懂得如何和丈夫相处 其实过往小小的心姐会不会就是 因为已经在起航大了 或者已经是经历过很多的世面了 所以在和别人相处之道的里面 你很懂得如何去沟通呢 呃,我儿子在起班长大了 我很失礼了 我说那个小学都未毕业了 我其实读得一年书而已 因为你知道了 我们中国人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呢 那个家庭成员都超过十个小朋友 那我就排第五 那我家都七八个的 所以现在剩下六个 那我在爸爸妈妈呢 当中呢 我爸爸妈妈疼我的时间很少的 因为我好童年我爸爸呢 就是生意失落了 那我们都是过着一些很窮苦的生活 但是唯独是好呢 就是我爸爸妈妈呢 就对我们都很严谨的 那因为呢 他就不想我们做工厂啊 也不想 你只知道以前呢 哎呀 工厂没有什么 他就 或者是学师仔 他就不会写得把我们送给人了 或者做些这样的工作 那最终是送了我们去汽航 那汽航一路一路又小 就在汽航成长 那可能是汽航的规矩 就比较严谨一点 那到我们成长期间呢 那我爸爸妈妈呢 就是很早就离世 很早离世 那直到我自己出外在三人士 三人士时间呢 我去登台 那我爸爸很希望 那时候能够拿到居留啦 那因为那时候 刚刚香港那时不是暴动呢 那时势很差 那时候六几年那时 那我去到美国之后呢 我就是真的拿了居留 但是我用婚姻拿居留 但是因为我爸爸很想 因为儿女多 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啦 那我就用婚姻拿居留 那时候你很红的 你很红的了 那时候我刚刚初起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 我19岁我已经做正人花旦 但是你已经走过了 我去美国登台的 就是因为听爸爸说 爸爸一句说话 但是爸爸不了解 女儿你一定要拿到居留才回来 他不想到你怎么拿居留 你以什么条件拿居留 那原来有些人说 唯有去结婚才拿居留 我就可以说一个 不是很成熟的 和不是很大家了解的 而去这段婚姻就拿居留 但是虽然我那时候 去牺牲了 付出了 但是现在我能够可以 给到的就是 我一个儿子 在美国出生 一个大儿子 虽然这个大儿子 是华哥和第一次婚姻的太太所生的 但是幸好他未成年的时间 我用我计母的身份 我只用三十元美金 和排队拿一张纸 那就带了他过去 我幸好他带了他过去 他今时今日 他能够做到骨科医生 直追科神经 不是容易了 所以就是 可能一些一些 很多东西都是上帝的安排 我虽然牺牲了 那我好承认 我那段时间 刚刚我最前途最好的时间 你知道了 我们戏航有句说话就是 如果不过堂就不得打 那我刚刚有机会 做正眼花蛋 那时候我应该是很有机会 而且我离开那段时间 去登台之前 我和梁胜波 生亚仔的团造 我跟他说 我即时去美国 他认一千滴万足 做完戏一定要回来 不可以留在美国做一模 你知道他在台山 他有八模 那我真的想不到 我只听爸爸一句说话而已 香港时势不好 你想办法拿居留回来 才回来 那我就是 因为爸爸有说话 我一定会听爸爸说 那我就想办法拿居留 你不是说 你结婚 你就要做个家庭主婦 你就要去生活 虽然我的婚姻失败 但是也有几年时间 我离开了几年 我再回来 再打尖 是不是很辛苦 我觉得不要紧 虽然我经历了回来 一路一路我自己期望的东西 或者我父母 期望我在这个行业 到很大用大致 但是可惜我是达不到他们的愿望 因为没多久 我又跟了华哥 这些是一个上帝安埋 我想都想不到 我会跟华哥走在一起 但是我想问 芯姐 你也听过华哥的分享 其实他以前是一个很暴躁 很自我 但是我又听到你说 我觉得其实你一个好听家人说 而且家人跟你摆布 你的路要怎么走 你就听他们说 但是这个这么厉害的大男人 我不知道经历一个人这么麻烦 这么暴躁 这么不好脾气 那么多样东西 但是那些人他怎么都不好 怎么都人的十只手指有长短 那些人怎么办 我们将他拉长保短 但是他唯一好的就是 对你很爱护 对家庭很责任 就算他以前的婚姻 他要负责任 我们也跟他一起 肩负责任 因为是你两个人的事 其他人是不应该有错的 所以我们很尽我们自己责任 应该要做的事 我们要做到足 所以他的小朋友 如果他不介意 我都带了他去美国 而且在一个这么长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是要用很多时间去相处 你知道做计务不是容易做 但是现在我很开心 他听了一声我就心妈 我觉得很甜几十年 那么我们就两个这么多个家庭 我儿子和他一起相处 不是容易 但是我们真的相处得很好 但是他以前 他有个可能他的爸爸妈妈教他的方法 和他教的儿子方法 他一见到儿子就敦款 我说不行的 你一敦款他不可能和你沟通 但是我教孩子就不是的 虽然我儿子 因为我们两个为了要寻食到处走 那么我儿子都不是我自己臭大 都是我家人臭大 差不多 这个臭大他几年 那个臭大几年 最终他在美国成长 但是我每一年他在美国出生 他回到香港读过小学 再回到读书 我每年回到美国 我肯约我儿子出来聊天 我就不会当人的面子去骂他 或者跟他谈心事 我肯约搁一个车 跟他出去好远路 或者喝杯东西 当我去聊天 比如他在我儿子的生活 因为他有些不适合 我就用一种比较 不要那么直接的 不要以为我儿子是非 你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发生 他就会告诉我 我就会去解释给他 例如我儿子在车里 说到哭得很厉害 我们大家有互相沟通 虽然他做份工作不是那么多次 我不介意 他做份DJ 但是他做DJ做得很成功 如果我们在罗省 别人认识他不认识我们 但是他每一天要在电台 说两个钟 去说时事 他常说妈妈 我如果能够做到些事 可以帮助到人 我已经很开心 我不计较要赚多少钱 我就觉得这个小朋友 他有这样的意愿 我不会push他 其实芯姐 你自己在气行那里 一直都做得不错 但是大家都知道 你有拖泊了 就是名花有主 会不会对你的事业之后有影响 我不只是对我的事业影响 其实伤害得我很紧要 当然华哥出身比我早点 而且他在气行中很有名望 但是我在美国一段时间回来 刚好回来 我又要跟他在一起 而且在一起的时候 人们很有趣 永远都是我错的 永远他没有想到是南方的东西 但是这件事不可以单方面 那没办法 当然我的背脊就是战把 因为我真的很不想 很不想做这件事 但是有时 他有一个好人 他走到你那里 他希望你接纳他 所以我来说 我父母都不喜欢 我父母一直都不喜欢 变成我父母就迁路于他 那我又要保护他 最惨是我在气行 我回来的时间 因为我要重新进气行 重新成长 但是那些人永远看到他 我是隐形的 不叫我 不叫我 不是短时间 很多年都是这样 那我都要出台 他会跟你交涉 你可不可以不要出台 躲在后台 这件事是很难堪的 其实我一个时期 其实我的病 我这个病 就是压力 很多种东西 我又要维护他 又要顾他 被我自己 捱捱 我 圣耶稣之前 我突然很勇气 我想一下 我为什么事要这样 我为谁而生存 我应该为我自己生存 其实当时我有点反省 再加上神再给他力量 我便将他自己跳出来 刚才芯姐说到 你的病 已经是三十多年都睡不了 我们可以听到 由你小时候 你好像肩负起 父母要你的责任 对你的期望 然后华哥的出现 亦都令到你 或者你感情上 你都一路一路受到很多的压力 你自己有没有曾经 尝试去 为自己找一条出路 其实我想过的 我以前真的很愚昧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我自己这么不成功 为什么我经常被人压着我 你觉得怎样叫成功 我有个记者 真的这么跟我说 他经常写书 他说芯姐 如果我有主意就写你 我就写你 你是最成功 不过你的成功 都给了华哥 他这样说 当然不是我 帮他承受他的名气 我在旁边帮他 比如我 有时他对人对事 你要帮他 我曾经想过很傻的 离婚 离婚我单身 因为我们戏行很多是离婚 离婚之后 明望更好 更加好 更多人拥护他 更多人支持他 我曾经想过 我想得很愚昧 我又想过 死了我这个病那么辛苦 哎呀我不如自杀 又曾经想过真的自杀 想过假的自杀 去为自己做一些宣传 我觉得很愚昧 真的很愚昧 但是一个人 你在那个时间 你是什么都想 一天都想给自己出路 但是完全没有出路 是找不到 是很负面 负面越来越负面 其实我知心姐 你也是多才多艺的 你自己也都是有自己的剧院 去训练后 就是后世 这些小孩子 其实都你自己 可以用另外一个出路 但是那段时间 会不会感到你 以及帮到你自己 跳出来 好事来的 其实是好事来的 很多人都说 哇你们开得迟了 那我就想教一些小朋友 因为我们都是从小学 那我就训练了一班小朋友 那初那个时候 我的病都还可以应付得到 但是一路一路 你知道教育有压力的嘛 而且一演出有七八个戏 都是要我安排 你和我们不关 以往我们不用接触这么多人 你知道人有很多不同的个性 你要接触这么多人 那时候他教育都不喜欢 就要骂的 都骂学生的 你又要跟他去保护很多不足的 但是其实他习惯了的嘛 华国人 因为气行大的 个个都是这样骂的 是啊 他不适合他学生 你是错 他就是这样 华国人 我是错 你是错 就是他是这样 那你就要听到那么快 你要出去和他缓回很多东西 华国人是否想说话呢 不是 因为芯姐说得适合了 因为香港很多学院 无论导师和音乐师傅 就很遷就的学生 但是我们两个就没有的 那你是错嘛 是错就错啦 那我就直戚其非 我完全是很坦诚地对他们 但是有没有人被你骂完哭呢 有的 躲起来哭 是吧 但是都继续 这个就是华国 他就是这样的个性 如果你想知道 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 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 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 416-788-3322 其实听到芯姐分享 她起初失眠的开始 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就拖第一个BB 因为那时候 就不懂得好好调理身体 所以 BB出世之后 第八天就过了身 其实芯姐一直都耿耿于怀 直到她有第二个BB的时候 然后失眠就开始了 35年的时间 相当之长 芯姐在这么长的时间 失眠之下 对于她跟华哥之间的关系 又没有一些冲突出现呢 华哥去她分享的时候 说过 她说 你是很猛疹 对啊 猛疹 当中会不会影响到 你们两个的夫妻相处呢 两位 其实我们都经过很多 很长时间 当然有争吵 夫妻哪有争吵 但唯一好 我们两个就是 永远没有冷战 永远没有冷战 真的 我们任何环境之下 顶着什么都好 五分钟要搞定 这么快 我要问一下华哥 华哥你都火爆的 你怎样可以 五分钟和芯姐搞定 我有一个方法 这个一个宗旨 就是 拗完之后 我一定 做主动去 说 sorry 哇 这个 真是一个 真正的大男人的作风 是啊 自己说对不起 先就行了 是吗 OK 那么各位男士听到了 我们要向华哥学一下 其实女人很容易疼 对不起搞定 但是我也等 我问芯姐你辛苦 不是三天 不是三个月 35年 别说了 你间歇性失眠 已经很辛苦了 是的 我还不睡 真的不能睡 有没有影响你的演出 有 影响到我没有记性 是的 你知道我们没有记性就死了 我真的试过 我真的试过 因为我看曲很辛苦 我以前看曲 我看了很厉害 我两个钟头可以整部曲看完 但是现在可以看 那段时间 病的时间 看几天才看到 看一部曲 我出台试过 我闭嘴 只有一个洞 真的不懂唱 在2006年的时候 我真的不懂唱 我真的死了 我自己丑 知道吗 我回来 哭到 真是自尊心 你是不是都在这个气行 都叫做有这么久的经验 喂 为什么你会唱不出的 我回来 丑得很重要 那么我知道 我自己 在这个行业里 是不可能再蜡烛 那你想想五十五年青春 不是简单 那时候我真的可以说 个人已经是生不如死 而且你从这么高位 再跌回 下回来 不能这么说 你下回 下回 下回 你那一下心态 你怎样去调整自己 下回 你下回 你是下回 你下回 你下回 我一个时期 我真的逃避 我反而逃避 不想演出 逃避 不想演出 那段时间 因为我们的气行 有几本杂志 我不想看那些杂志 有时候编辑都说 看看吧 我真的不想看 我有些逃避 还有我不想演出 以前 我很喜欢别人 叫我跟他拍档 就算我自己也搞 因为我们有默契 到后期 别人叫我跟他演出 我也不想做 我开始是灰 灰得很重要 到后期 我信了耶稣 我更加不想做 因为我记得 我不是寻求这件事 其实直至到 何时 你真的说 我因为这个信仰 我真的给自己 一个重新 一个新的开始 我信了耶稣之后 一路一路 我有说过 我真的不明白 因为我初做基督徒 咦 我们一信了耶稣 就要去 讲那么多见证 要做副道会 初都不习惯 你知道我们做艺人的 最主要是 有演出的就是 最大费人工 是为了费人工 咦 讲见证没有的 有时给个纪念牌 或者给几百元金马费 也不习惯 但是当我看到有人出来缺资的时候 那时也没有什么感觉 那我们做戏班 经常做艺人 很多人会给你一些信 赞美你 哇 芯姐 你做得真好 你真是漂亮 这么多十年都收了 其实神被我激励 就是什么呢 我一次收到一个email 一位主内姐妹就说 华哥芯姐 我很感恩 我在某某教会 听你的报道会 我那天 我带我家公家婆去听 听完之后 她两个决志信耶稣 然后呢 你又刚好来我教会 我又带我爸爸妈妈去听 我爸爸妈妈 又在那天 决志信耶稣 哇 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 我说原来 我以前收到那些信赞给我 我飘飘然 不像我收到这封email 给我的感觉这么大 原来这种名要 不是归我自己 归在神的 那那个激励给我来说 我去做报道会 去讲见证 比我演戏更加重要 那我就真的对于演戏 我完全没有了这个动力 你说去讲见证 我很有动力 我一个徒孙是负责我们 这个对外的接触的 他每次都 师婆 schedule 一张纸A4纸 列满了 那我们呢 只知道教会哪间 那到时候 师婆 你今天减钟 你的车去到哪里 拍车 我在那里接你 每个礼拜都做 我们很感恩 其实我知道 芯姐你信耶稣的经历 是很奇妙的 是上帝你亲自医治了你的失眠症 我相信 未必有人可以相信 这就是你自己亲身经历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我这么蒙福 我以前抗拒过 我有个戏迷 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来到我家 他心姐你不要摆那么多 这些偶像 宇宙间之后的真实 我真是跌跪了 我们走 我们瘋了 二十多年前我抗拒 有时我回想 如果二十多年前我接触耶稣 我已经很好了 我可能不用病这么多年 其实我一直都有看医生 中医西医 我都不明白 人家医生读了这么多年 才读到医生 人人都医到 为什么医不到你 我又不明白 我又不是绝症 如果我绝症 一期二期三期就会死 又不是 为什么这个失眠病 医生医不到我 我是没有办法可以 你还好像有些 另类的途径去医病 我最愚蠢 我医病就是 吃不同的药 每晚吃不同的药 中药 承药 药粉 安眠药 吃了几十年 每晚都排在那里吃 其实这样撞又很危险 撞死我 但我又撞不死 真的不让我死 那我就 哎呀死了 我怎么办 当然是无助 当然是拜菩萨 又去看照片 看了些五三五四的东西 被人骗钱都要去做 拜什么都要拜 就因为想找出路 很奇怪 我这个医生就是 一个基督徒 那天我照看他 这是我的医生介绍我 我儿子一年都医好了 失眠病 试试吧 这个医生医不到我 很奇怪 那天我坐下看他的招牌 只是无以忠望 那他是中医 他死在天恩堂 我说 医生 为什么你是中医 叫天恩堂 哦他是我的基督徒 那就是神的恩典 那他说完之后 我又没有感受 那照样子去看医生 那我呢 随着吃药 我就会找些书本 你知道书有时候 教你失眠 每天做些什么动作 或者左手 我什么都做了 真的什么 你犯了失眠的事情 我都希望 在书 或者紙章 任何人都希望 可以找个圆基睡觉 真的找不到 那有一次 我再看了 看到那张卡的时间 我就 很奇怪那张卡 让我突然有感受 想给医生看 那我就拿给医生 我医生这张卡 是写着失眠的 里头写些什么呢 又是土文 那医生一看 他说 我里头写些金句 是土文呢 祈祷用 那我老子突然叮声 叫我祈祷 那我就叫我这个医生 你不如教我祈祷 那医生说 我不是基督徒 他是神介义 只要你求他 他一定帮助你 那他就教我祈祷 那我回去写下 就学祈祷 我都没试过 一祈祷 一祈祈祈中间 我都没有成这样的神恩典 我就眼睡了 年期三晚都是这样 我就是祈祷得着 我比华国好彩 我一祈祷就是得着 那我就 年期三晚 一得了 如果神医治了我之后 我是最艰苦的时间 当我经历最痛苦的时间 神就从谷底请回我上来 就是祈祷医治了我 想抒发内心的屈结 和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 416-788-3322给我们 没错 正如圣经和我们说 我们祈求就得着 尋找就尋见 敲门就为我们开门 神更加也都是誓听一个 完全以信心信救祂的人的祈祷 就好像芯姐 她只是跟随一位 基督徒的中医师的指引 全心向神祷告 芯姐就是这样 她的失眠病就得到医治 主耶稣是一位 能够明白我们 看出我们的天父 谢谢大家 和我们的予预论 主要心激 云队 和我们的天父 在何何何何心意見 其實芯姐過往除了經歷失眠的困擾之外 還在多年前已經受到一些靈界的困擾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一會兒恩與路上 梁少芯、芯姐就會繼續跟我們分享 不要走開 網上恩與熱線 和我們分享她的人生故事 在上半部分 芯姐就和我們分享到她的童年 以至年青時代 她的成長背景 以至她的事業、家庭 和她先生文千歲華哥的相處 以及她自己一個很嚴重的失眠病 最後也因為向這位天父 很簡單直接地祈禱 芯姐的失眠病得以完全的醫治 也是因為這樣 芯姐也開始對基督的信仰 有著一份莫名的信靠和安全感 除此之外 其實芯姐在信了耶穌之後 更加發現原來她過往 這麼多年受到一些靈界的騷擾 都得到釋放和停止了 那究竟又是什麼一回事呢 不如在這方面 又等芯姐繼續和芯姐聊聊天 不過話說 不知道現在的芯姐 還有沒有失眠呢 雖然現在我半夜都失眠睡不到 但我起床很悠閒 坐著自己做事 然後我再祈禱 神呀我現在未夠時間 我現在又想睡回 明天讓我睡到幾個小時 神真的給我 應許讓我睡到幾個小時 所以我現在很舒服 我以前病更慘 經常搭機去演出 搭十幾個小時的機不睡覺 很辛苦 但我一上耶穌第一次去以色列 一上機睡了八個小時 他就在飛機上寫曲 以前是他睡了 我沒得睡 他拍個小時 在飛機上寫了一個六下方舟 所以神給我們不同的恩賜 突然間又有不同的感受 其實神給你一個很特別的奇妙的恩典 很疼我們 華哥就有三次的呼召 三次十字架的體見 但是芯姐就是 神就給你三天 三萬祈禱 就已經醫治你三十幾年的生命 你不說我也不知道 他也是三 我也是三 他也是三 他死了三次 神呼召了十字架 有緣三次 我就是祈禱三次 真的很奇妙 我跟三次 之前也很有緣 可以說有緣 可以說不行 我住任何地方 三年我就要走 做什麼都是三年我就要結束 是 我又不幸運 我不知道病 我的靈界不放過我 為甚麼呢 為甚麼你這樣說 我真的很可憐 我又在健證裡說過 除了聲音在二檔 當你站在過馬路的時候 他叫你衝出去 當你開車的時間 就叫你撞到前面 好了 我們又是去中國開放 又是上去做了三年零八個夜戲 我去那些地方 我真的經常都看到靈界 我小過三歲就 已經被零界搞我了 三歲在門口玩 就鬼上身 有一隻女鬼上了我身 我媽就很厲害 我媽就夾著我的種子 就喝酒了那隻女鬼 但我媽就沒有留意 那女鬼就說 好了我走了 我去什麼人 我們不留意她說的名字 就是我們隔壁的女孩子 她去了隔壁的女孩子 我們沒事了 第二天那女孩子下來哭 我們為甚麼哭 然後昨晚她的弟弟無端端死了 哎呀 那你說這些靈界 有多少人害怕 好了 那當我一直大 我經常都見過 好了 很簡單 比如我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駕長途車 在外國 都會半六小時睡覺 比如我去那些營燈 我一著燈他熄燈 我一著燈他熄燈 那我當個祭壞 我經常被零食 零食都不要緊 好了我去大陸演戲 三年旅程 我們去演戲 可能大陸有那些地方 他很早就睡覺 他說睡覺就睡覺 我就當然不能睡 那我就有微微光 你知道有時候 那些大陸那些 不是那麼健全的 那我有一晚 有一次有晚 就是 好了 當我閉上眼想睡 當然睡不到 那我就睜開眼 那我就可以見到東西 見到一個很高大的男人 就好像老夫子那樣高 我穿了一件那些背心的衣服 那些短褲 就是現在的抹煙燈褲 那我就見到他上身 不見到下身 那我就在床尾上 很可愛 走來走去 走去 在床邊這樣走來走去 那我通常這邊 我怕的 但我又不敢蓋屁 我怕蓋屁 他會不會侵襲我呢 我一直看著他 看著他 看著差不多天亮了 那我就不見了他 我心就說 拜拜 我沒事做到 我又不敢動 我又不敢叫他 你有沒有跟華哥說 我之後才說 因為我不可以起床 因為我一般是睡床睡的 因為我自己不能睡 我又不敢說話聽 那我就默默接受 一次 一次又是一間酒店 一睡到床 他又睡了 他很早睡 他一上床睡覺 那我就在背部骨 有人幫我捏骨 在美濃骨 不停捏 糟了 我又不敢起床 又不敢動 不停默默接受 又是被他捏捏捏捏 我天亮 當然捏我是舒服 但我知道不是好事 但我又不敢出聲 到春天亮 停了 我又說一聲 麻煩 一次 有一次更恐怖 我們就去到廣西上面 去到最偏僻的地方 那這間酒店 就是三星級的酒店 那經理就懶了 文先生 這間房間 是書記長官員來才能住 我現在專門留給你住 好了 我進去住 他又睡了 我又不能睡 那窗簾簿 那房間也挺新的 那窗簾簿 好像有隻手 拿過 在窗簾裡面 那我以為老鼠 老鼠站不穩 你這樣打橫 再看我黃管凍了 我不行 我立刻拍醒他 我看窗簾簿 他真的看到 但他很厲害 他一跳到床 插開窗簾簿 是玻璃來的 其實華哥也有看到 他看到的 我看到華哥也看到 是啊 我真是不幸運 其實森姐經常這樣跟他說 華哥你會不會覺得森姐可能 你當我精神分裂 不夠分 幻覺 還是怎樣 這次他看窗簾簿 是真事 我也看到窗簾簿以後的感覺 他就把手拉到窗簾簾簾 好像有個人在外面 的窗簾簾簾簾ским 所以他需要多慌 guns 也是人不怕人 他沒什麼構造 他不是搞我這些 還有幾個屋尼多地 我還不是搞我這些 我幾個屋尼多處未居 在美国卖一间屋,第一晚就见识了 整幅都搬在我身上 当时我已经在香港跟着什么师傅 师傅教我烧符,每晚烧多少百符 我都带回去,每晚都在车房里烧 第一晚就见识了,我打电话给师傅 我说师傅,我应该怎样做? 不用怕,有才知,他们当然是这样说 他们在那位置烧符,外国的地方铺小地址 我照样在那里烧符,很愚蠢 我真是很不幸的,我在美副卖一间屋,他都搞到我 搞到最终怎样?他不是搞我,搞到他 他就很刚强,永远搞不到他 他见到他就一脚转去又有,什么都有 我最后被他搞了一个星期 最后我怎么走呢?他一包包的纸巾 好像跳舞,跳舞就扔我,跳舞就扔我 这是一间新屋来的,扔到我终于都要走 哇,我每一间屋都有问题出现的 就算我去到广播买一间屋 我个人呢,每晚都是的 在一间屋里,在一间房里,我们又在一间房里 是想买一些不好的东西,想买一些黄色的东西 这个女人想买的那是很恐怖的 她是搞你,我不知道 那我的工人呢,每个星期一都回到我家 跟我洗东西的 那我卖了一间屋之后呢,她跟我说 她说,太太,我告诉你 不过你不住我才会说 我去到你去做事,在这间房里 也有个女士坐在你的床上梳头 不过我就够胆地跟她说 我来做事一间屋,我不需要你,你不要骚我 嘉嘉,我真的很不幸 我几十年,除了我自己病,失眠 凌介一直都不放过我 我真的很感恩,我相信耶稣 凌介怕了我 没什么骚扰我 我真的很感恩 我想我不相信耶稣,我今时今日 我也不知道变成了什么 所以华哥曾经在她的见证中 她说她要信,就要信真的神 因为你们经历过这一个 这样的经历 我想问回芯姐,原来你这么多年 都受到这些灵界的折磨 和你自己的失眠的情况 你觉得上帝呢 除了医治祖你这些之外 你更加是之后的 那些灵界呢 你怎样跟他断绝 我没有断绝的,我相信耶稣 我没有出现过 我以前去任何酒店 我说她要给我写个大吉 在那个梳妆镜里 写个大吉在梳妆镜里 大吉的尾巴里 不太好 待会她解释 为什么不太好 我去到任何地方 她都要帮我写大吉 因为我去到任何地方 都会被窄的 那你可以说 是不是真的这么多年 因为我心灵 或者是我病 幻觉 幻觉 其实我真的一直一直以来 我近期这个见证更恐怖 就是在去年的三月 我去香港结束之后 回来 我去台湾山做葡萄会 还有我徒孙去 我徒孙去 他和灵界接触更加厉害 他说的见证就真的是一流 他很小时 他的伯父在平洲开庙宇 就是他的成绩人 教他如何和灵界接触 那时我们从他传福音 他抗拒 他每晚七点钟会见到 但我说 有一段时间 我不想见了师傅 怎么办 师公 我说你去祈祷 真的祈祷他不见 他就信了耶稣 我和他一起去台湾山 那次他很乖 陪我们一起回来 他和他去台湾山 有一间柏文 就是一个牧师的朋友 给我们住的 很漂亮的 对着海 有个旗楼 那个旗楼仔 就在我的徒孙 睡的那间房 门口那里 我就很喜欢对着海 我很喜欢对着空间祈祷 我每天早晚都可以祈祷 他的篮杆也挺高的 我就站半级 站高一点 因为我是矮 我祈祷 很有趣 我心想 哎呀 我不能站高了 因为我刚才叫Thomas 哎呀不行 Thomas会推我下去 我不知怎样想 我一祈祷 一会儿我回来 Thomas会推我下去 一直都是这样 这么多人都是这样 好了 到我结束了 回来了 Thomas跟我聊 她是师婆 我在那间房子 我不想吓你 我在房子 櫃櫃櫃櫃櫃櫃 哇 他们的事 我现在无管痛 你知不知道 我站在那里祈祷 我心想 你推我下去了 你推我下去了 我回来 其实那时候 撒旦也想搞我们 但是搞不到我们 搞不到我们 就是因为神提醒了我们 也提醒他 神给了我们的力量 还有神维护着我们 你想来 你不能搞我们的疑慮 那是 信了耶稣是一次在塔丹山 在塔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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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很厚合 我们一说上来 我不敢说 我怕你误会我 他师婆 我又不敢说 所以神就是圣经所说 是记者的神 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抵挡 神的保护 我们现在每间酒店都住 那里肯祈祷 叫撒旦离去 那就不用写大吉了 那刚才芯姐说 你每一次都要写大吉 但又不要埋口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些就是我们戏班的禁忌 譬如说 我们戏班俗称叫做开笔 开笔就是用一枝大街的毛笔 用一些珠沙 写大吉两个字 大吉两个字 下面的口罪就不要黏在 黏在 因为我们做乐剧艺人 要讲要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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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没做过戏的地方 除了祭伯府这个仪式之外 就一定要开笔 写大吉这两个字 那些人才可以讲话和化妆 哦 所以每去一个地方 可能以前就是 是 华哥都要写 还是 写大吉就是 辟邪的意思 就是有这样的作用 那时候我并没有信耶稣 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 那时候我一祈祷应该了 现在不用了 现在每逢入住那些酒店 擺下行李 我都打开一本圣经 先祈祷 求上帝结证这个房间 我都会做这个程序 刚才听过 芯姐和华哥 跟我们讲到 有关被灵界骚扰的事 其实就是他们两个 很个人和亲身的经历 正如芯姐都说过 当她信了耶稣 将自己的生命 交给这位主耶稣掌管之后 这些灵界就已经自动消失了 就算偶尔之间 想骚扰芯姐也好 芯姐就说 她立刻向神祈祷 于是就赶走他们 正如圣经主耶稣 她准备出去传福音之前 其实曾经都被魔鬼 三次试探 想吓主耶稣 不过主耶稣 又如何抗衡魔鬼的引诱 不如我们又听一下 芯姐和华哥的福音乐曲 《救世主耶稣》里面 和我们如何去演绎 魔鬼试探 《救世主耶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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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已经宣布了退出粤剧舞台 邀请你,你都不上了 因为我和他的服装、戏服都已经卖得七七八八了 只剩一两套做纪念而已 换句话,你现在要我请我做粤剧,我都没有衣服穿 我们在《下半生有生之年》都希望到处传福音 我们不打算再演戏 换句话,退休,就干干净净离开舞台 我又想问一下两位 现在你们有一个主因的粤剧戏曲的艺人之家 当中你们都制作了很多自己所编制的福音乐曲 我听芯姐说或者听华哥说 你们说小学都未毕业了 华哥你都说自己 你何来怎样可以作到这么多的福音乐曲呢? 这些是上帝的奇妙作为,是真的 芯姐鼓励我,当初我都没有信心 芯姐鼓励之下,我就听她说 她激励主张我祈祷 神改变你的坏习惯,医治了你的骨子 你祈祷,上帝一定要帮你 我听她说,我祈祷 当然是凭着一本《圣经》最重要的 一本中文字典去写曲 是,但我见到你们的曲目很精彩 除了《圣经》的故事 或者比喻说出来 《罗亚方舟》你又编了一本 连芯姐她是一个慈母和主耶稣的对话 你又编了一本 你又编了一本 你何来有这么多 你家里写的过程 是自己如何去领受 从神而来的给你的恩赐? 除了祈祷之外 首先要找一个题材 找一个题材 在《圣经》那里编好层次 然后在《圣经》里面的人物 去了解到她的个性 然后再写 还有故事的情节 然后再写 芯姐呢? 我最初她写的词时 我都觉得很突然 好像她以前演戏 有时我都说 喂,我想有一支小调 还有我教小朋友 我说 你这里可不可以跟我写几句曲 给小朋友呢? 那几句曲 她有时都要一段时间写到 但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她写这个《救世主耶稣》 写得这么好 我只是说神给你很大的恩典 其实我自己也很惊讶 她可以写得到 那 神既然放得她这个位置 给了这个智慧她 都是她的福气 那我希望她 继续继续写得更多 那这个我一定会鼓励她的 因为她在这方面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 她写福音乐曲 会比她以前 在她自己做的行业的时间 那个比例这么大 比如她写一段仔曲 她也要一段时间 我刚才说 我们坐飞机的时间 我睡了八个小时 她八个小时 她可以写两个 写一个楼下方舟一 A面的整段曲 那里也要十几分钟 她还要绘形绘星 就是想起了 凌亚几个儿子的性格 那些动物 那样 她有几十年继续的经验 几十年继续的经验 加上经验 加上神给她的智慧 加上她一定要祈祷 你不祈祷 力量还是差一点 祈祷 神一定帮你一百力更大 OK 那最后想问一下两位 既然你们都奉献了你的生命 就是说去服侍神 你很盼望这些福音乐曲 带给人有什么盼望 因为很说真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 我们两个服侍 我们去亲历报道会 对象都是老人家 因为我们很多地方 很多牧者跟我们说 我们叫老人家在教会很艰难 因为他们不认识教会 亦都很抗拒 有时候他们说 我们送什么送什么 他们都不来 但是叫你们来唱福音乐曲 你不要说什么 因为他们唱乐曲 他们已经来了 至少给了机会 他们踏进去教会 还有你叫老人家 去看圣经 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但是如果他可以听福音乐曲 从乐曲里头 即救世主耶稣 短些18分钟 耶稣的一生 他听听一下 他就会入耳了 例如我们给理事 今次是第二次去 第一次去的时候 第一次去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第二次去的牧师就说 我特意要你回来 因为在你们的报道会当中 有两个老人家 就是要回来 买你这个福音乐曲 听完之后 他自己回来教会 要求抉择信耶稣 以及要求洗礼 然后又有两个老人家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福音乐曲 给我们全福音的力量很大 因为你真的叫老人家 看圣经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圣经 都很难才了解 都要看那些翻药本 帮助我们 我觉得如果真的 这个福音事工 可以能够帮助到人 这个就是神 最比我们最大的得着 那我们希望 能够为神 不断不断去努力 将我们能够 所识所学的 从那个乐曲方面 和福音的成分 神的恩典 神的对我的意志 希望真的能够在这方面 帮助到老人家 我是最开心的 是 那华哥呢 我也是和阿琛姐一样想法 我觉得老人家 大多数移民到海外 他年轻的时候 配合我们年轻的时候 在香港 大多数都是看过我们演出演戏 所以很多 没见过面的人都买来 他说 阿文先生 阿华哥 我在乡下 已经看过你演戏 我是新田村的 我是刘浮山的 我是十八乡的 就是很多海外的老人家 以前都在香港看过我演戏 那和芯姐的见解一样 就是因为 如果你有了福音乐曲 给他听 他就不用那么废神 去找个老花眼镜 有些老人家中文不是那么聪明 因为他喜欢看乐剧 他听乐曲 起码在福音乐曲里面 认识了耶稣是谁 知道耶稣的人物 个性思想感情 所做 所行的神迹其事 他认识了耶稣 起码他知道 这个福音就传到他的心里面 好啊 多谢两位 希望上帝更加给阿华哥 更多重圣 就是作多些的福音乐曲 而且真的上帝用你们 以往你们已经是唱气 已经是一流的了 但是现在是有生命 有气息 有上帝的爱 在你们的声音里面 透过乐曲 透过福音再讲出去 好 相信更加进入每一群的生命 好啊 多谢两位 多谢 听完华哥和芯姐的分享 当然不少得 要听两位所主唱的福音乐曲 《救世主耶稣》 是华哥将主耶稣的生平写出来 当中在最尾的部分 曲目也写到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 三日后复活 升天的事迹 非常之溃形溃声地 描写和唱出来 其实每一次 当嘉嘉在巡回报道会 听到他们两位唱到这一部分 我自己的心里面每一次都很感动 不知道当你听到的时候 你会不会感受到 其实这位主耶稣 是多么爱你和爱我 万世之关主耶稣 自己牺牲救世人 直着彼得 建立基督教 全福音主话分 情重爱心主恩 祝此后 宣传 宣传 庆人 祝基督对 人 此爱 别要誠心 信靠父神 每当华哥和芯姐 做完每一次的报道会 他们都会送上一张祈祷卡 给信了耶稣的朋友 而当中的讨文 嘉嘉都好想在那里送给你 作为节目的结束 如果你都想和我们一起祈祷的话 在这里我都想邀请你 和嘉嘉一起开口 祈祷的吧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应许 祈祷要保护我们 叫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 求主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 以及我们所到之处 赐下平安 求你保护我们 如同保护眼中的童人 将我们隐藏 在你的傍庇的阴下 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的诚实是我们大小的盾牌 求你叫一切 暗地里的埋伏 鬼诈和气压都远离我们 一切传染病 天灾 意外 突杂 都不能挨近我们 求你拯救我们 脱离毒害的瘟疫 和一切网络的凶恶 但愿平安 看泰 归于我们 亦都归于我们远处 和近处的家人 从急时直到永远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以求 阿们 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 可以如何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 你如上或在下雨天 一切在他手中 愿与同流洋 愿与同流洋 愿与同流洋